作为一个犹太人 我未曾知道 在遥远的东方 有着一个与犹太民族 同样饱经磨难 而又英勇不屈的中华民族 六十多年前 他们为了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解放 谱写出一曲曲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 在那个人人皆为摩西的年代 我带着特殊的使命 来到远东最大的城市上海 那是1941年12月8日 中华民族 我们已经向英美宣战和命令 也把英美军人 以及宗领使馆的工作人员 全部逮捕 押往金中营 是 这个人叫周洪文 华语英国人 是英国的破语专家 我们和德国之间的许多情报 都是由他破语传出来的 此人非常重要 不必要抓到他 是 是 维克多 我是维克多 不好 维克多那儿出事了 接电话单是另外一个人 我得赶紧去码头 万一维克多的外甥女出了情况 那就糟了 是 是 老爷 老爷 日本军队传间中介来了 前面的路已经戒严了 天苍的小马路 都被难民捕得死死的 根本过不去呀 要不 我们还是回去吧 是啊 父亲 我们还是回去吧 实在是太危险了 父亲 我要亲自去码多几号人 等难民过去了我们再走 好 老爷 日本的飞机都出动了 还是我去接大少爷吧 老爷 这儿太危险了 还是我去接大少爷吧 好好好 你去吧 二少爷 你辛苦了 小心点 快点 慢一点 院长 现在的伤者都因为失血过多 如果不及时输血 他们会有生命危险的 那就赶快输血呀 不必讨论了 可是医院库存的备用血浆 已经用完了 好 那就动员所有的医护人员献血 来 你帮我抽吧 美国夏威夷当地时间 十二月七日清晨 日本帝国海空军突然袭击了 美国太平洋舰队 怎么才回来啊 人没记到吗 快别提了 这日本人啊 进入公共租界乱成一片了 爹让长生去接大哥了 新闻杨 来 别提了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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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 家里也会来去 好的 龙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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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 龙虾 龙虾 我在这儿呢 我马上过去 他叫萨迪盖勒 此次任务十分机密 你们一定要把他抓好 此人关系重大 必须保护好他的安全 此人关系重大 必须保护好他的安全 赶紧 坐 不用了 谢谢啊 不用了 谢谢啊 你们干什么 这事干什么 赶紧 扔紧 龙虾 杀 בח 牛虾 赶紧 杀 בח 快 扔你 快 赶快撤 快 人了 来 小心�olve车 快 走吧 即使人毒 好 手jem在哪儿了 快撤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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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先生 出事了 知道了 我看见了 可 我 可我们好几个兄弟 都被日本先被抓走了 不要紧 这事以后再说 现在关键的 是要抓住那个犹太女人 他们为什么可以军我们 不知道 政府 去陆公馆 政府 去陆公馆 政府 去陆公馆 安妮 听着 坐稳了 走 快 怎么了 出事了 你们几个 给我追 是 走 这边 快 站住 你们两个从这边追 你们给我走 走 快 站住 别跑 站住 小心点 快 走 快追啊 站住 快 站住 走 这是撑的哪处啊 长板坡还是红门烟啊 扎我一个吧 我给你们创个绝 我说你小子别跟我在那儿 怎么着 人多心又人少是吧 都别动 都别动 一个都别想跑 你们在干什么 聚众闹事 都差点想进群不发 长官 误会 误会 你这娘长得那个熊羊 就不是什么好人 刚才码头上的事 是不是你们几个脑袋 你自什么羊啊 你是干什么的 去哪儿啊 去哪儿啊 我是律师 正准备回家 律师 我怎么看着你严慎啊 照说这大上海的律师 我都该认识啊 你家是哪儿的 戈登陆 陆公馆 陆荣炫是你 是家父 原来是陆大公子呀 那那这位杨女士是 她是什么人 恐怕跟您 没有什么关系吧 我说兄弟啊 你既是传王公子 又是学法律的 这聚众闹事 跟你的身份不大福吧 您是误会了 根本就没有闹事 是 不对吧 这么多人聚在一块 总不会是约在一块 去灌公园吧 通知他们陆家来领人 把这帮人 全他娘的带走 要把谁带走啊 萧队长 安赌察 您老啊 您老怎么亲自来了呢 有什么事情 您交代我就是了 捣乱分子 用不着您亲自来呀 弟兄们都这么辛苦 我也不能光说不做呀 刚听说 码头那儿出了事了 过来看看 正好碰见你 你要把谁带走啊 就他们 居中闹事 抓到局里 好好审问 你瞪大眼睛看看 一群拉洋车的 几个穷要犯的 就是给他们把枪 他们也不知道 往哪儿打呀 我看 他们也就是看人家富贵 想弄点钱花花 再说 你把他们抓进去 就不怕占地方吗 算了算了 把人放了 这 这 可是那个人 号称是陆公子 他们两个 我来处理 既然自称是陆家公子 我一句话就能问清楚 今天日本人进入公租界 到处都乱糟糟的 可不能再惹出什么乱子 收队吧 收队 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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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了 今天算你赠予了 谢谢了 别动 什么都别说了 跟我们走 这里可是公共租界 你们这么做 是违法的 就不怕 我到工部局去告你们 工部局现在已经变成 日本的宪兵大营了 你到哪儿去告啊 走 早安 老师 学生失职 没能抓到周洪文 我们占领英国总领馆的时候 周洪文已经离开 我带山下小队 前往船码头追捕他 可是遇到了中国人之间的打斗 周洪文都在中国人群中 跑掉了 知道打斗双方是什么人 没有一个开口的 德传先生 放人 立刻无条件放人 这是德传先生的命令 德传先生 德传先生 对 最高司令部已经授予德传先生 在山海的最终决定权 所有的事情 最终都要听德传先生的命令 周一秘军人 服供命令 你看清楚那些人是冲着他们去的 没错 老爷 他们拿着家伙就是冲着羊女人去的 好好好 父亲 我想可能是那个浩然跟着人群走散 要不然我 我不听猜测 老爷 我要看事实 这样 让家里的人 所有的人都出去给我找 好 浩天 马上给循伯方打电话 我今天一定要知道陆浩然的下落 只要能够找到我的儿子要钱给钱 要人给人 进去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哎呀 容轩 稍安勿躁 憋急坏了身体 不是你亲生的儿子 你当然可以不放在心上 对 这两个孩子 是不是我亲生的 可我是他们的亲姨不是吗 我姐姐死得早 这浩天 是我一手带大的 这跟亲生的不是亲生的 有什么两样 浩然可能是对我有些意见 可我不也是 一直在尽一个母亲干净的本分吗 今天从一大早开始 我就在忙着一桌子菜 我还不是为了让他高兴 让你开心吗 我着急了 十几年了 好不容易回趟家 又出了这样的事情 又出了这样的事情 着急呀 着急呀 好 沉重 臭小子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们的组长 安仲夏赌场 安波 这是我从小到大的好朋友 陆好人 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 这位是我们的行动队队长 马俊杰同志 你好 你好 你叫他小马就行了 臭小子 其实啊 他是一个双料间谍 他的掩护身份是 中统上海股的行动队队长 告诉我 这是什么地方啊 这是我开的保业洋行 其实啊 就是我们的秘密基地 你这个家伙 把我们弄这儿来干什么呀 我们坐下说吧 坐坐坐 坐坐坐 请坐请坐 陈仲 安波 我去中统那儿 叫个差 妈 怎么样 有消息了吗 没有 你陆伯伯派了所有的人 都去找了 一点消息都没有 好 那会不会真出事了 怕就怕这个呀 现在外面兵荒马乱的 这万一遇到什么不测 你陆伯伯也真不容易 好容易盼儿子回来了 都快到家门口了 这万一出了什么事 妈 您放心吧 陆哈燃肯定会没事的 行了 现在可以告诉我们 为什么把我们弄这儿来了吧 我还要问你呢 你怎么突然回国了 还有 你跟他是什么关系啊 行行行行 你想什么呢 我告诉你啊 我跟他什么关系也没有 就是普通朋友关系 陆先生 你应该是 护送这位小姐的吧 你们怎么知道 我们是中国共产党 上海地下组织 我们接到大布列殿 共产党的消息 说他们要护送 萨迪盖勒小姐 到上海并交给他的舅舅 维克多 他舅舅的手里 掌握着一大笔捐款 要捐给世界反法西斯 同盟组织 他的亲人 都死在纳粹手里 安妮是他唯一的亲人 所以他向世界反法西斯 同盟组织提出 要把萨迪盖勒 也就是安妮小姐 送到上海 然后他就捐出这笔巨款 可是我 上次接到了命令 街头的人不是你们 对啊 我们只是提供暗中保护 不过今天的情况不同 我们迫不得已才出手的 好 浩然 那你后面有什么打算 没什么打算 我只要找到街头人 把他安全户送到 我的任务啊 就算完成了 你见过那个人吗 没见过 不过呀 他手里有半张名片 我这手里也有半张 只要对上 就完成任务了 那你跟我们干嘛 我们帮你们找 我看还是算了吧 我不想跟你们组织 发生任何关系 如果找不到街头人的话 我就亲自把他 送到维克多的洋行 我不能总让他跟着我 这样也不像话 只要把他送到维克多那儿去 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恐怕你完成不了了 好 走 走 送进军 别找了 看喇叭 送进军 辛苦了 为达人们帝国效劳 在所不存 以后我们就在这里见面 记住这是绝密 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 是 七十六号的那几个人 放了吗 接到您的电话 我立刻命令上山君 把人放了 汪精卫的特使来找过你吗 没有 他似乎一直在秘密行动 不要紧 维克多在我们手上 他迟早会来找我们 维克多的情况怎么样 他一个字都不说 必须尽快让他开口 今天 日本人已经进入了 公共租界区 公租界和法租界内的 所有犹太人 都被日本人 控制在几个街区之内 不让与外界交流 而且 他们今天已经 查封了沙地洋行 维克多 也被他们软禁在洋行内 那 那我去觉得安全吗 放心吧 现在日本人 舍不得伤害他 他们还指望着那笔巨款 继续打仗呢 维克多先生 一直以来 你跟大日本帝国的 关系不错 而且 还是松井司令的朋友 我们希望你 不要再顽抗 你手里掌握的那笔巨款 只要交给我们大日本帝国 松井先生 答应会上内阁汇报 请求天火 在实现大东亚公辱那一天 画出一块地方 给你们犹太人 让你们实现千年来的 富国梦想 你听我说 那笔钱是打价抽集的 我只是一个掌管者 我没有权利支配他 我没有权利支配他 犹太人 向来很精明啊 我想钱已经在你手上 你一定会有办法 把钱给我们 所以昊然同志 现在凭你一个人的力量 是无法把你送到维克多身边的 所以你还是需要我们的帮助 现在不是逞能的时候 也就这样了 下一步的事情以后再说 你现在必须马上回家 要不然会引起敌人的怀疑 到家之后你就说 路上遇到了寻谱房的盘问 耽搁了时间 行 我明白了 谢谢李探长 是吗 寻谱房怎么说 他们说今天确实遇到一个 自称陆家大公子的人 身边还带着个洋女人 那号车现在在哪儿 听说是让那个 安中夏赌察带去问话 人哪 谈问话人哪 他们说他们也不知道 安中夏赌察到现在都没回来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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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太 二少爷 大少爷回来了 什么 爸 哥 让我看看 臭小子 又高又壮的 这是我弟弟 一下子成大小伙子了 爸 爸 爸 我回来了 爸 好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爸 你还好吧 好 还好 你好 你好 这位是安妮 我同学 来上海找亲戚的 好 好 好 陆伯父 你好 你好 好 秦姨 好人 回家来了 太好了 来来来来 多坐 多坐 来 来 请 来 来来来来 爸 您坐 您坐 那个维克多先不要送到集中营 根据情报他的外甥女萨迪盖勒 已经安全到达上海了 阁下 他的外甥女在哪儿 目前还不清楚 船票登记上并没有一个叫萨迪盖勒的人 所以维克多的鱼儿 他的外甥女一定会跟他取得联系 明白 那个华裔的英国破译专家周洪文抓到没有 非常抱歉 阁下 周洪文这一跑可就是鱼入大海了 光靠宪兵的力量 既找不到周洪文 又浪费人力和物力 上海滩这个地方汪汇盛行 青帮洪文大大小小的帮派领领 这些帮派无孔不入 可以利用他们的力量找周洪文 有汪汇的帮助 周洪文就算是躲到黄埔江里也能找出来 那个汪精卫的特使 我却在上海关系复杂 可以让他去打通关节 利用汪汇秘密为我们寻找 是 属下离开去办 真是有惊无险哪 来 为了这个有惊无险咱们喝一下 也为了咱们全家的团聚 来 安妮啊 你随意 好人 这听上去 还真是让人觉得胆战心惊的 这帮人为什么要冲着你们呢 可能是以为我们有钱吧 现在形势太乱 很多人啊都趁火打劫 可是英国现在遭受空袭 也没有啥很那么乱 而且从来没有到过抢劫 安妮 英国的国情和中国的国情 是不一样的 陈忠 你这一天到哪儿胡闹去了 爸 你吓死我了 您别总搞突然袭击啊 我这要被您下出心脏病来 那 那太不值了 你还心脏病 我早就被你气成心脏病 说 这一天到干吗去了 我去惠朋友去了 惠朋友 都是些狐朋狗友 我今天到你洋行看了 账目乱七八糟 越越亏损 人也不在 你说你一天到晚都干什么了 爸 那都是小日本闹的 要不是他们 我那洋行早就开到东京去了 还东京 能开过黄埔江 我就谢天谢地了 爸 黄埔江东边那都是菜地 开过去了也没人知道 白开 行了 行了 我告诉你啊 日本人已经进租界了 以后不要小日本长小日本短的 到时候抓你个抗日分子 那寻补房的萧学的是 专门干这种事的 我知道 知道 爸 珍重啊 你会朋友会朋友 真正的朋友回来了 你知道不知道 谁啊 陆浩然 他回来了 那我明儿就去会会他 浩然 你们这次回来 有什么打算吗 有什么打算啊 最大的打算 就是回大华公司工作 帮助打理家族的业务 一个牛津大学的法律系博士 就是不能便宜了外人吧 再说了 现在大华的国外业务 越来越多 正好需要他这样的人哪 我看我哥 可能有自己的计划吧 他自己最大的计划 就是打理家族事业 这个事情就这么定了 浩然 好好休息几天 就到大华去上班 那琴啊 浩然的工作 由你具体去安排 让他尽快地熟悉起大华 终归大华是要交给他的呀 你说你在国外待了这么多年 又是日本 又是法国 又是德国的 书没夺好不说 连个媳妇都没找着 你看看人家浩然 堂堂牛津大学的法学博士 你听我说话 人家陆伯伯站出去脸都有光 问我呢 儿子在国外待了这么多年 什么都没有 你有没有正经 有有有有 你说你脸扇黑了 人瘦了 什么都没有 你说让我多丢脸 没有吧 您看我最近都养回来了 白白胖胖的 白白胖胖的 再说了 我出国要的不是文凭 我要的是技能 你看 家里 洋行 这什么东西坏了 不是我修啊 就说这留生机 你发现它比以前生大了没 行了行了行了 我花这么多钱就培养一个修理工啊 你还有意思说吗 堂堂面粉大王的儿子是个修理工 我丢不丢人哪 你说你搞物理实验不好好的 弄什么液体炸弹 把那个楼炸了一半 学校还以为你有意报复 没有没有 绝对不是报复 我心胸这么宽广 就算他们给我下了一个最后通牒 我也不会这么做的 再说了 那也不是液体炸弹 我就是把配方的那个比例给弄错了 如果现在再让我做那个实验 我 好了好了好了 我只知道 你在上海 在我眼皮子底下 你要是不给我惹事 我就阿弥陀佛谢天谢地了 爸 我 看在你死去老娘的面上 请你帮个忙好不好 爸 您别这么说呀 弄得我像混什么王似的 我 那你不是还是谁呀 爸 我有一个梦想 我 行了行了行了 别说了 别梦想梦想了 你给我睡觉去 老进 我听说你投靠日本人了 怎么可能啊 我谁也不会投靠 这年头 谁给我钱我就给谁办事 这是我的明天 我现在是新护报的主编 我叫王安 王安 你怎么又改名字了 为什么这段时间 神神秘秘的 行不更名做不改姓呢 不是英雄 是傻瓜 你要真聪明啊 就别往火坑里跳 你一个辅导人家 你懂什么呀你 我 论事正好发大财 要是太平盛世 还能轮到我这种人吗 宝贝啊 你也快三十了 我是想 等我挣到这笔大钱以后 也就该隐退江湖了 我可是舞女 我是卖艺不卖身的 好 对对 什么都不卖 怎么就踏踏实实地过日子 我发现 你跟谭旺祖谭老板很熟 他是不是想追你啊 那是他 关我什么事 宝贝 甭管有关系没关系 你得帮我们弄出点关系来 我 我 我就麻烦你 低下高贵的头 偶尔你也眷不眷顾 你石榴群下的那些崇拜者 替我办件事好不好 什么事 说吧 我想让他 替我找一个华裔英贵人 这个人叫周洪文 周洪文 你带这份首令 立刻去市政府 让上海市长 签出市政府命令 停止上海租界内的 一切商议贸易活动 可是如果这样 上海不就成了死港了 而我们大日本帝国 以战养战的计划 就无法实行 这正是德川先生的 高明之处 大日本帝国 驻上海宪兵本部 对原租界区的民众 发布上海市政府公告 为保证建立大中亚 东楼圈 顺利推进 决定裁决以下即向措施 实行贸易禁令 冻结中央 中国 交通 中国奴民 四大银行所有账户 没收英美银行的全部资产 北原租界区的居民 重新进行不敌登记 对所有的外国朝民 先一致指令区域 集中绝助 任何人若有隐瞒 藏匿敌国朝民者 一经查处将判处此刑 好 里面请 老大 陆家二公子来了 坐吧 韩老板好兴致啊 哪也比不上你们陆家呀 你们陆家可是财大器足啊 我呢 现在也中不了大钱 只能听听戏 接接闷吧 谭老板只是太谦虚了 这上海哪家歌厅 赌场 舞厅 不得给您面子 就算是杜老板 也得对您理性有加呀 少跟我绕弯子 有话就直说 谭老板真是爽快 那我就直说了吧 我今天来呢 就是为了货的事情 不知道谭老板 这边的货源有没有保证啊 屁话 我谭望祖什么时候货源有个问题 只不过现在眼下小日本 下了这个贸易的禁令 再说了 你们大华的船能在江上跑吗 如果不能跑的话 那我的货源再多顶个屁用啊 谭老板 您是有所不知啊 这日本人的贸易禁令 那是针对小商人的 我们大华的实力您还是知道的 长江一带 一半的船都是我们大华的 再说了 日本人的贸易禁令 那是对上海 我们的船从武汉过来 他们有什么办法 正是因为贸易禁令 我们才有钱赚 你想啊 别家没有 咱们有啊 那价格还不是咱们说了算呢 那这么说 你可以走水路 没问题啊 好 那你说 咱们俩怎么分 五五分 不成 你小子只负责运个货 就要这么多 这绝对不成 谭老板 这次不光是运输 我还要入股 这样分不算过分吧 可以啊 我说你小子挺有胆子啊 不过我要提醒你 如果这个单没做成 你可是血本不归啊 闹不好还得搭上一条小命 这个就不用谭老板操心了 没胆量谁干这个 好 那谭爷我就陪你玩一回 货源的事你尽管放心 你就等着装出来验货吧 老大 朱棣小姐带了一位姓王的先生 说要见你 请 快快快 快请啊 是 是 今天是他娘的什么日子 连朱棣这小妖精 都想起我来了 既然谭老板有事情 那么陆某就先告辞了 不错 来 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的干女儿朱棣小姐 这位是传王陆荣轩的二公子 陆浩天先生 你好 宋柯 是 陆先生 请 宝贝 干爹 宝贝啊 这位先生是 他是我表哥 唐老板 这是我的名片 请多关照啊 宝贝啊 这今天是什么风 把你吹到我这寒舍茅庐里来了 干爹你可真会说笑 来来来 怎么这么长时间不来看干爹啊 干爹 想死我了 我的心肝宝贝 干爹啊 您看您平时又忙又没时间 所以呢 我们就只好亲自登盟拜访啊 哎呀 宝贝啊 想我呢 就派人捎个信 我亲自过去不就行了吗 哎呀 我只是害怕干爹早把我给忘了 哎呦 我的宝贝啊 我就是忘了我爹我妈 我都不能忘了你这心肝宝贝呢 干爹你可真会说笑 哎 干爹啊 我表哥今天来 有事情想请你帮忙 不知道我谭某人 能不能帮上你这个忙啊 只要谭老板出面一定能成功 那你说说看 是什么事 我想请你帮我找一个人 找一个人 任学兄 小辉 沈夫人 沈伯母 陈伯父 好 这位是 这个 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的同学 安妮小姐 你好